今天指數是開盤的時候 今天是開低 今天指數開低以後很快就上去了 那麼指數震盪之後尾盤的時候下來一點點 所以今天指數就一直維持在小漲腳跌 收盤的時候是跌22點 今天在10472點多收 成交量是1235億 所以指數在低檔這邊慢慢的往上 那麼當然下來後上去 那麼短線上面一紅一黑一紅一黑慢慢的走 不過現在位階其實在相對的低檔 那麼最重要就是說 那我覺得跟大家講的這個主題還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指數在低檔的時候 當然好的股票就一定要務必全力掌握 那當然指數上去的話 這類型的股票一定會衝低 那至於指數震盪的時候也會相對強 甚至於還很可能第一個零先就創新高 對不對就是我說 那麼還是把握這種股票 好那麼就全力鎖定了 對不對 五成一倍的標股 好就全力鎖定這種就對了 就鎖定這種就對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種空間最大 對不對 你想五成的股票就算打八折也還有四成 那一樣是非常大 那要漲一倍的股票打八折也有八成 就是說其實就算是稍微打一點折扣也都會非常多 也都可以賺很多 那這種股票當然就全力鎖定 對不對 因為空間特別大 所以我常說你不一定要很多股票 你不一定要包山包海的買了一大堆種類 那不一定有用 你就集中火力把最好的鎖定起來 對不對 空間大的股票 那種要漲五成一倍的股票 全力鎖定就對了 對不對 因為它空間很大 所以上去的時候就會非常快 就會非常快 那換手的時候也強 對不對 震盪的時候也是一樣 也是非常強 因為潛在空間就是非常大 所以一定最強 那不小心就創新高 馬上就大漲 而且其實錢如果要買大概十幾二十種股票 我覺得真的是效率很低啊 對不對 直接就鎖定這種 你股票不用多 不用多但是就鎖定這種 就可以賺大錢了 因為這一定是有合理的利基 合理的預估 那營收獲利上來 它就是要表現 它就是會往那裡走 那目標五成 就算打八折你也還有四成 對不對 就算是一倍的股票打八折 那也還有八成 更何況還不一定會打折 搞不好還超過 對不對 所以我就鎖定這種就對了 鎖定這種表股 因為鎖定這種你就會發現其實 你就這樣就對了 就這樣做就對了 因為你會發現其實就很輕鬆賺錢 就可以輕鬆賺 對不對 反正空間大了就全力鎖定了 來我們看這個 那麼七元收創新高 那單月獲利已經到了五毛附近 對不對 第三季好 對第三季更好 而且數字還會更強 因為七月只是第三季的第一個月 那後面又更強 所以這數字還會更強 那七月份數字就已經非常好了 好 那麼第三季更好 而且下半年又成長 那全年五塊錢 那五塊錢的話 二十倍本益比的話 空間就很大 對不對 因為二十倍本益比多少錢 對不對 心算就知道了 那股價只有六十左右 所以其實空間就很大 對不對 而且二十倍也不過分 因為其實他兄弟姐妹都二十倍以上 對不對二十幾倍喔 對不對 因為那是成長型的產業嘛 對不對 所以空間大 那因為下半年好 然後明年又更好 所以當然本益比 那個整個家族都是二十幾倍啊 那只有這一檔 對不對 還沒有分出 那因為獲利剛剛翻上來 很多人還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握 那我覺得這個 如果二十倍的話你可以 你可以算算看 這空間就很大 對不對 所以就講五成一倍的標股 那要怎麼做 你就鎖定就對了 全力鎖定就對了 對不對 你不知道買點 那跟著買不就很好 就很輕鬆啊 而且要買的時候 又是還沒有噴出的時候 又可以買很多 好我們來看這個 來 要買多少就有多少 對不對 要買多少都有啊 那麼六十二塊 六十三塊附近 隨便你買囉 對不對 所以你記得我說的 反正你就把它鎖定起來 那麼空間大的股票 五成一倍的股票 鎖定就對了 對不對 你就買就對了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你這樣做絕對很輕鬆賺 很輕鬆就可以獲利 對不對 七月創新高 對不對 八九月還要繼續創新高 那第三季又更好 而且數字更強 有沒有很好買吧 很容易買嘛 一整天你要買多少就有多少 而且又可以買多 你要買個一兩百張也沒問題 三四百張也沒問題 成交量是一萬多張 所以你要買多少都有 所以我就講你這樣做就對了 絕對是有好處 對不對 賺的時候你會低 對不對 而且又賺特多 因為那個營收獲利就是上來了 後面就有新東西嘛 那有新東西說 當然要反應在股價上啊 那潛在的空間 五成一倍的時候 那你就算打一點點折 你也還是會賺很多 而且它還不一定打折喔 可能還超過喔 因為我說那數字其實還算保守 搞不好還接近六塊 那數字可能還更高耶 那這樣的話就不是 我講的這樣的問題而已了嗎 那這樣可能還要更多啊 可能空間還更大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你這樣做就對了 真的這樣就對了啦 這樣做就對了 買這種就對了 買這種你就一定是輕鬆轉 對不對 你一定輕鬆轉 那一長起來的話一定最快 而且馬上就可以轉 有沒有 上禮拜三 好一整天就隨便你買囉 對不對 你不知道什麼買的 對我帶你買 我帶你都買好 好啦禮拜四就噴漲停了 所以這樣講就對了嘛 這樣做就對了 反正你就把五成一倍的標股 鎖定起來就對了 好啦禮拜四 開盤開高之後就很快就漲停了 那麼十點左右就亮燈漲停了 然後再也沒開過了 一度漲停到底 要不要在標股買好就對了 對不對 然後禮拜五放假 那颱風假放回來今天 禮拜一 今天繼續創新高 好啦今天 73塊7毛錢今天再創新高 有沒有收盤一樣拉高 好所以 這個也才多久而已啊 對不對 買好以後第二天漲停 然後再來就今天 73.7重新高 等於你買好之後才隔了兩個交易日 兩個交易日而已啊 兩個交易日就十塊錢 對不對 十張就十萬 那如果你是買五十張的話 自然就是五十萬了 那一百張就一百萬 其實那個也真的 你要買多少就有多少 對不對 五十張一百張也很容易啊 因為它的量就絕對夠你買嘛 而且你買之後又沒人跟你搶 對不對 買的時候是輕輕鬆鬆的 要多少就有多少 對不對 一整天 你都可以隨便買 對不對 買完以後第二天有沒有 來漲停足足一根 對不對 全部賺好 對不對 滿滿的一根全部都可以賺保 對不對 今天七十張新高 欸就隔兩天而已喔 也可以兩個交易日喔 兩個交易日 六十出頭的股票 就馬上大賺十點七元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這個方法就對了嘛 你就全力鎖定五成到一倍的標股就對了 那絕對就是對的嘛 那這個版下半年 擴到五十到八十萬片 好第二季 第二季有三十萬片左右 那就是給三星的嘛 對不對 所以七月營收開始創新高 那後面還會更強 那後面還會更強 因為5G基地台有 5G手機有 那5G手機三星有 那三星之外 接下來的話 Oppo啊 Vivo啊這些 大家都還要用 因為後面到5G的時候 熱板就很強 對不對 因為熱板到5G的時候 它的需求更強 所以今年上半年是雙紅先起來的嘛 因為雙紅是第一個上半年的時候 熱板已經到了五成嘛 對不對 雙紅是第一個嘛 那下半年的話 太數就到五成了 對不對 下半年熱板 下半年比重就會拉高到五成了 那這就是後面對不對 最重要的東西 因為到後面5G手機的時候 有沒有大家都要用這個 所以我就說獲利會開始大成長 其實七月獲利就已經上來了 對不對 那麼後面熱板下半年還持續過 那麼新客戶進來 所以我就說七月份的數字會非常強 但是後面的數字還會更強 所以保守看今年5塊 樂觀一點可能6塊 對不對 所以數字非常強 那大家都20倍 其實大家它的左右鄰居都已經20倍了 對不對 他兄弟姊妹們都20倍左右 20倍以上的也比比皆是 對不對 還有都20倍以上 那這個比賽剛要開始而已 所以你如果到20倍的話 空間當然就非常大 對 這就一開始講的 那今年如果保守看5塊錢的話 20倍的話那很大的空間 那如果今年是6塊錢的話 那空間更大 所以我就說你直接鎖定這種 是絕對不指揮的 鎖定這種就對了 你就直接鎖定這種就得賺 對不對 那麼兩天就先10塊錢了 才兩天而已 兩個交易就馬上先給你10塊 對不對 後面還要繼續賺 然後再繼續的到5成1倍 所以這方法很好啊 我就想說你股票不用很多種 就鎖定這種就對了 就是這種 反正它就是會一路上 就是會一路上去 對不對 一開始就讓你先賺10塊 然後再來繼續賺 就好像深陽半的意思一樣 對我們看今天深陽半 來就是今天深陽半震盪震盪 74塊5塊錢 說完找1塊2 好 K線來看的話 來這個也快創新高了 有沒有隨時都要創新高 有沒有就一路跟大家講 那那個時候一開始就跟你講這會大長 有沒有那整理整理之後創新高震盪一下 創新高創新高震盪一下 所以知道創新高 其實就差那麼一點點 還有馬上就要創新高 所以那個時候也是這樣跟大家說 你就鎖定5成1倍的嘛 鎖定5成1倍的而且要更好 對不對 更好就直接賺 因為都一開始就帶你買好 一開始就帶你買好 別人還不知道就帶你買好 然後全力鎖定 所以都可以賺很快 對不對 你看 從55塊錢就已經跟你講了 那時候我就跟你說就這種 下半年好而且明年更好的 現在就可以大賺 對不對 所以就一開始就已經跟大家講了 那麼獲利就非常強 從7月開始營收就會一路創新高 對不對 營收創新高獲利也會創新高 獲利創新高當然你不要看 現在不是在講前面半年的事情 因為現在都8月份了嘛 現在都已經快8月中了 對 往後四季來看 那數值就很強了 那甚至到明年的獲利也是非常非常強 對 所以我就說 這個合理就是要反映到明年的20倍很正常 因為這個就有獨佔性了 對不對 而且又沒有人了 再加上門檻又高 那要把對手甩給你後面 那反正短期之內人家也趕不上來 所以我就說這個一定會打著 有沒有 來 所以你就是鎖定這種五成到一倍的 就是就很容易賺錢 就很輕鬆賺 對不對 而且都在噴出以前就先買好囉 買好就上去了 有沒有 一樣是很快就直接賺錢 全世界第一耶 那晶圓不換啊 反正5G都要用啊 對 5G都要 反正你弄到高階的以後都要啦 就都要用到這些啊 那又比別人成長非常強 對不對 明年上看五成 那所以我就說反映到明年的20倍 應該是很自然就會來 對不對 就一路創新高嘛 那70塊兩毛錢創新高 然後72塊吃創新高 有沒有 他就一路創新高啊 雖然不是每天漲停啊 但反正你就越賺越多 對不對 就一路大轉 有沒有 然後 欸 繼續創新高啊 75塊三毛錢 有沒有 76塊兩毛錢 有沒有 一樣創新高 有沒有 所以明年五塊啊 那我覺得反映到明年的20倍很正常 因為這個趨勢就很強 而且明年委外的量就更大 那所以明年數字也許更高也不一定啊 對不對 樂觀一點可能更高 因為大廠委外那個很明確嘛 那麼自己東西就收了嘛 自己東西就收縮了以後 你也只能委外啊 而且現在委外趨勢越來越強 所以那塊餅是非常大啊 那那塊大餅現在才剛放出來而已啊 那一年比一年多 然後再加上5G5G也是要用啊 所以這個趨勢很強啊 所以你看一開始你就知道 它的木曜空間很大 那麼你只有一件事嘛 就買好就好了 對不對 你就鎖定好之後 買好 買好以後賺哪錢 對不對 中間可以加碼 有機會加碼當然加碼 對不對 然後加碼再賺 所以那個就是 一檔就可以賺哪錢 那所以我就說鎖定這種 其實盤有時候 像最近很多人都忘了這個東西 很多人都忘記其實 你做股票最重要就是掌握大段的啊 對不對 大段你只要有賺到其實 其他真的都無所謂 真的是這樣啊 所以我就說你股票不用多 真的不用很多 真的不用很多 有些人喜歡買個什麼 二三十檔那種 那不是我們家作風 不過當然每個人有不同的做法 但我們的作風就是 直接鎖定打的 對不對 尤其是 每一年喔 從第三季的尾巴到第四季的時候 都是這種股票 就是五成一倍的標準 就是那種後面大好的股票 每一年從第三季尾巴 第三季下半季到第四季 都是這種 都是這種股票 對不對 就是反應 從第四季開始大好 到明年又更強了 就那種新的東西就對了 每一年都反應這種啊 那這種你就鎖定就對了 你就這樣做 就可以很輕鬆的賺錢了 那這個是一定要做的啦 因為一檔就可以大賺了 一檔就可以賺錢了 所以我才講說最近盤震盪的時候 很多人忘了這個 其實這台真的賺大錢了 而且一檔接一檔喔 一檔接一檔都這樣 對不對 跟你講第一檔的時候有沒有 帶你買 然後買好又鎖定好 對不對 買好之後再來就漲定 然後就一路噴出 對不對 現在太錯了事啊 有沒有 起漲以前就跟你講 那兩天前帶你買好 買好之後第二天漲定 今天繼續裝新高 所以我就講就是這個方法 對不對 你喜歡這種就來啊 那你喜歡這樣賺錢就來啊 如果你喜歡買很多很多股票 你就沒辦法 那如果你喜歡就這樣鎖定好 對不對 五成一倍的檔數不用多 股票不用很多啦 對不對 但五成一倍的你鎖定好 對不對 要買的時候要發動的時候 對不對 該買的時候帶你買好 該押的時候押好 該加碼都有加好 然後一直把它轉購 你如果喜歡走你就這樣 就趕快跟上來啊 那我覺得這個是最好賺錢的方法 所以還沒跟上的朋友就全力鎖定了 那等一下我們來聊聊另外一個東西 那麼我覺得最重要還是要把握啦 確實把握標股 把握標股就可以賺大錢 謝謝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